像古墙有几十张 去到乐器店只要一个古墙上玩具 店主说一年才卖一两张 来买的人从来没有当面谈过给他听 都是买句话 没有人懂怎么谈 但是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因为我喜欢古的东西 我1965左右 我念中午中六 我研究讲古文 因缘 我认识了香港大学的姚忠仪教授 明满天下的大学者 敦煌 词学 佛学 古琴 甲骨文都是专家 他看我一个大学还没进 中学生居然很喜欢甲骨 而且把那些字看得这么熟 因为我自己看了几年 他也知道我省学古琴 因为他家有武藏古琴 但是他也不会高低莫跳教理 但是他很可怜我 他说这样吧 我尝尝天气好的时候 尝尸前干燥 我打电话里到我家来听琴 都是晚上一人点去听 听到三点 到我1967年 我去考去台湾念这个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我去到台湾 哎呀 我找到一个吴忠汉先生 美安派的掌门 海外掌门人 原来以前就在香港 但是他说刚好六七年移民去台湾 你给你遇着了 对 那边他的那个艺术专科学校 请他当古琴教授 我听说我赶快我就跑去拜访他 居然在台湾就找到一个老师 但手头没琴 结果尤中尉先生拿一封信 突然他说 这样我今年我给应聘去新加坡大学 当系主任 家里几万本书留在香港 好琴带着我留下一张原文琴 摆在香港一个琴有家里 你暑假然后来拿去台湾学习 所以真正是从到了台湾才开始这个拜师学义 那也很表不起是 你在对大学没毕业之后之前 你已经写了一本剧作就在我面前 还有唐宋元明清清苦 当然不是我住 我找到来还把他整理过 要错误到我的职处 有说耶稣 还有我找到宋朝有一个人叫做田之翁 他写一本书叫做《太古一英》 我在台湾的国立中央图书馆 找到一本这么大本 比这个大一倍多的彩色本 当时我曾经想叫中央台湾的中央图书馆 给我拍照片把它来出书 他说你是个书局跟政府定合同 才给你拍照 但是当时他居然给我去抄 我拿来握水 把一个透明的纸白在上面 这么大张白 我一笔一笔描 一天都描五张 哇你真的太有意思了 慢慢描 你说你看好像是明朝人的 其实是我描的 第三车就是说近代秦人路 前面就是他们那些 一百个人藏着琴的照片 跟那些人的 弹琴的人的照片 虽然照片小小 但是你现在这些人都很老了 三十多年前的照片 哇你真是太有心了 还有他们的传记 他跟哪个老师有多少张琴 还有文章 这是我刚才说的古人的文章 现在文章我一哈摆在这里 还写了杜洁 古琴弹琴能反映一样的文章 你一个人的性格 通过你身板 很不属太子的板子 然后你左右手 能把它挖出很好的 深层的声音 不但是你音准不准 有时老先生弹琴 音不一定准 但是他好听得不得了 就是因为他有中国人的情怀 他很含蓄 很鼓浊 很温厚 不会害人 很和善 把所有这些好的性格 都表现在古琴的音色里面 不要谈得尘 要谈得令人 心跳的减慢 血压都要降低 那么就达到古琴能 最少影响人的心灵 修心 养性 因为金奥开幕社认识了古琴热曲 而且还知道有一把叫太古音的琴 那琴从唐朝遗留到今天 据说因为沉淀了千年的时间 以致这个乐曲被弹奏起来 算了缓弱天外心音 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要问一问唐博士 这个是不是琴乐古 这个声乐美呢 发现在你手上这个琴 一眼就看得出来 是这个古琴 介绍一下 琴是不是乐古 这个声乐美 也不一定 历代它可能会 里面把人开练 有人把它重新用胶 用钉钉了 钉得过紧 或者它里面认为木头太厚 用刀把它挖走了 木头跑得太多 也是你变得不好听 也有的 是吗 但是你知道战争的时候 家里有十张琴 你拿拿一张去逃走 战争的时候 肯定拿最古的一张 唐朝宋朝的 结果经过很多次间战争 乐古的琴 结果就给留下来 这张呢 也可能是唐琴 因为它里面有唐琴 大唐什么什么的款 刻在里面 而这张琴是双层面板 你可以看见 这里有一个洞 面板是两层 中间有空气的 加上第一